菩薩幫助過你以後 你記得要報答菩薩 不用多 隨意就好 心意最重要 好吧 但是 身體是你的啦 看你是覺得身體重要還是錢重要 反正我也是好心提醒你啦 如果你覺得你的身體就值這100塊呢 我也不會多說什麼啦 反正以後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就不要怪我 這些都是命啦 歡迎來到三度空間 我是三度 喔唷 OK 上一部影片呢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網友的留言 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非常謝謝大家的安慰跟鼓勵 有空的時候呢 我會把所有的留言都看完了 謝謝大家 我在看留言過程中呢 我看到一位網友呢 他分享了關於自己的經歷來鼓勵我 也建議我跟他一起相信主耶穌 其實我是尊敬所有的宗教的 但是有非常多網友開始攻擊他 罵他 說他很迷信啦 所以呢 我決定呢 拍這支影片 來告訴大家 迷信 與信仰的差別 最近很紅的遊戲 還願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看過了 我也看了兩遍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遊戲的劇情 同時這個遊戲也影射出我們這個社會的迷信的風氣 那究竟宗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自古以來 我們重點就不是在宗教好還是不好 而是信宗教這個人好還是不好 一樣的教室可以交出好學生跟壞學生 一樣的父母可以交出好的哥哥跟壞的弟弟 好的小孩跟壞的小孩 那一樣宗教裡面也有好的信徒跟不好的信徒 宗教本身其實就有很多矛盾點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蒟若的頻道 其實迷信在我們生活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接下來就以我的所見所聞 來為大家舉幾個例子 哎呦 被箱燙到了 哦 這是神明的不開心在懲罰你哦 你是不是在白神明的時候心素不正啊 哎呦 被箱燙到了 去 插藥 欸大師大師 我昨天吃飯的時候咬到舌頭耶 是不是有什麼不祥徵兆啊 哦 講錯話了吼 哎大師大師 我昨天吃飯的時候咬到舌頭耶 吃飯的時候好好吃飯 不要一直講話 哎大師大師 我昨晚上啊 夢到我穿著龍袍 走在海上 左手拿著太陽 右手拿著月亮 這代表什麼呢 嗯 夢境跟現實是相反的 只要你會一瓶如洗 兩手空空啊 來來來 我跟你說 我這裡呢 有賣一個佛牌 我跟你有緣啊 收你兩萬塊就好了 搭上去以後呢 你保證不會做夢 會讓你事業蒸蒸日上啊 是不是便宜 哎大師大師 昨晚上啊 夢到我 穿著龍袍 走在海上 左手拿著太陽 右手拿著月亮 這代表什麼呢 你夢到這些代表 你最近古裝劇跟科幻電影看太多了 哎大師大師 我最近啊 感覺我的胃不太舒服啊 這是什麼狀況啊 嗯 你最近是不是很常吃宵夜 哦 對對對 嗯 你最近是不是很常喝飲料 哦 對耶 嗯 你最近是不是會便秘 哇塞 你什麼什麼都知道啊 太神了吧 那我該怎麼辦 來來來 不用擔心 跟你說 哎 這個福吼 你拿去化掉 然後每天喝 輕者當日 重者欺日見效 慢慢喝就會好了 都不用看醫生嗎 當然不用 這是菩薩加持過的福耶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哎大師大師 最近啊 感覺我的胃不太舒服啊 這是什麼狀況啊 嗯 你有空的時候 記得去看醫生 這位施主 如果你缺錢的話 我可以帶你去拜財神 然後跟我買一個招財貓 你不久後就會非常有錢啊 如果呢 你沒有女朋友的話 我也可以帶你去拜月老 會幫你求個姻緣線 有了姻緣線呢 你很快呢 就交女朋友了 哦 這個是HDMI的哦 有視訊跟音訊都有的姻緣線 絕對會交女朋友 不貴啊 一萬塊而已哦 如果你發現你還是沒有錢 沒有女朋友 那代表說你的心意還不夠 你只要每個月給我們一點點功德金 你絕對會比一萬更好 更有效 啊 不多啦 每個月兩萬塊就好 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報應 只要你多做善事 多幫助人 你未來一定會有福報 正所謂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明天慶看 蘋果日報 誒大師 我喝了七天的浮水 結果沒人落賽耶 怎麼辦 那很好啊 代表浮水幫你排阻耶 你看是不會便祕啊 誒 好像也是哦 菩薩幫助過你以後 你記得要報答菩薩 不用多 隨意就好 心意最重要 好吧 但是哦 身體是你的啦 看你是覺得身體重要還是錢重要 反正我也是好心提醒你啦 如果你覺得你的身體就值這100塊呢 我也不會多說什麼啦 反正以後如果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不要怪我 這些都是命啦 祝你平安喜樂 祝你平安喜樂 誒大師大師 我每次來找你 你都會開導我 我心情不好 你會安慰我 我遇到困難 你都會幫我找解決方法 我真的覺得太感謝你了 我想要為這寺廟做一點貢獻 我可以捐錢給寺廟嗎 相遇便是緣分 隨意就好 量力而為 哦 好 好的 投我剛剛上面的例子 我想大家也看得出來 在社會上害人的不是宗教 而是打著宗教名義的人 在社會上大多數宗教 都是確診相散 教人愛人 神不會教你拿自己的壽命 來換家人健康 神不會跟你說他愛世界上所有的人 除了同性戀 神會照著這個世界的邏輯去引導你 而不是超能力 神會讓你因為相信他的存在 而更有動力 更有信心 而不是過度的依賴他 當然這些話一樣可以用在無神分者身上 這世界上沒有神 所有的故事都是人編造的 所有的經文 所有的經書 所有的聖經 都是人寫出來的 但是這個世界上 這個信仰是真實存在的 因為這些信仰 教導出很多善良的人 而這些善良的人 的確也幫助了非常多的人 開導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但是在我們拜拜 祷告 請求這些信仰 保佑我們以後 我們也還是要靠自己的雙手來努力 天上不會掉餡餅 就算會掉也是別人丟的 信仰不是告訴你 你在家就會有錢拿 信仰不是教你 不用努力就會成功 他最大力量 就是在努力的過程中 多了一份信念 讓你更有意志力去面對任何事情 我們不要去罵任何宗教 我們可以不信 但是我們要尊重 宗教本身並沒有錯 錯的是利用宗教的人 我們要分清楚 迷信跟信仰 要知道 在同樣一個宗教裡面 也有好人跟壞人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的影片 我是三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幹你何老師